民进党当局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 大量的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 一意孤行以武谋独 不惜将台湾变成武器库炸弹倒 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这不是守护台湾 而是卖台害台毁台 武器买得越多 给台湾民众带来的祸害就会越大 唯有放弃台独分裂立场 走和平发展道路 台湾才有前途 台湾同胞才能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